这种头骨你见过没有 这些奇怪的颅骨标本 大家可能在各种渠道上都可能看过 这些看起来都是不像人类的 类人颅骨给我们留下了很多 关于之前地球上存在种族和文明的问题和答案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些非人类存在的证据 大家好 我是老科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兵 旁边是颅骨调查员小千 我们看到的这些颅骨是1928年 考古学家胡里奥西奥 在秘鲁南部帕罗卡斯沙漠中墓穴里发现的 这个墓穴身处9米深的地下 在这个地下墓穴中发现了300具3000年前的木乃伊 这些木乃伊最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他们的颅骨后脑长得就这样 又大又长 在我们看到的这些颅骨中 科学家一开始看到这些颅骨的时候 都认为这些颅骨就是单地人的颅骨 因为单地的玛雅人一直就有一个习惯 就是把颅骨拉长 他们认为颅骨后脑缠是智慧力量的象征 所以他们在小孩刚刚出生还是婴儿的时候 就会用甲板夹他的后脑勺 用绳子缠他的后脑勺 对婴儿相对柔软的颅骨持续施加压力 随着婴儿的长大 这个颅骨就是逐渐变长 变金烟 所以科学家在墓穴中看到这些颅骨的时候 就觉得就是单地人的墓穴 单地人的颅骨 但是当他们把这些木乃伊带回实验室进行研究的时候 就发现有问题了 秘鲁的帕拉卡斯颅骨似乎不是人为变形的 而是先天就长成这样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人类的颅骨 人类的颅骨无论长成什么样子 颅骨的重量一般都维持在一个恒定的范围内 不会太重也不会太轻 颅骨的体积也是一定的 也就是说即使你改变了颅骨的形状 你就像这些人像从小孩开始板 把他颅骨塑造成这种形状以后 颅骨的整体重量是不会发生太大变化的 颅骨变大的代价是颅骨骨臂变薄变脆 颅骨的体积就是骨骼体积是不会变的 但是帕罗卡斯蒂去发现的这些颅骨不一样 他们体积更大 重量更重 颅骨臂也更厚 也就是说这些颅骨 无论是从密度大小重量 骨臂厚度来说都要大于人类的头骨 在帕罗卡斯发现这些颅骨 比人类的颅骨重了大概60% 大了25% 同时颅骨体积也大了30% 这种操作不是人类人工颅骨变形能够达到的效果 甚至他们这些颅骨的结构和我们人类颅骨 其实也不完全相同 我们首先来看这些颅骨 从外表上看 眼睛鼻子嘴和人类的颅骨是差不多的 其实经过仔细测量 帕罗卡斯这些颅骨里面只有一个复骨 而人类有两个 复骨是啥 就是鼻梁这个骨地方 并且帕罗卡斯颅骨也能有始转缝 所谓始转缝就是我们颅骨拼合的地方形成的缝隙 这些缝隙间由节地组织和纤维进行连接 但是帕罗卡斯这些颅骨是没有始转缝性的 他们后脑勺这一片是一个整体的骨骼 好 我们再来看颅骨的外观 这些巨大的颅骨脑腔空间比我们人类大得多 经过测量这个脑腔几乎是人类大脑脑腔的三倍 这就表明这种生物可能比我们更聪明 因为他们脑容量更高 他们脑部更大 并且在帕罗卡斯的颅骨后面就发现了两个孔 被科学家称为雷蒙孔 科学家推测 因为帕罗卡斯的颅骨太大了 大脑也更大 所以大脑需要的血液和神经纤维传导也就更多 所以仅从颈部攻血不能满足颅骨内大脑的运作 雷蒙孔就是额外的两个空间通过血管和神经而存在的 这里的雷蒙孔我们人类是没有的 整个帕罗卡斯颅骨凸起的 就是它后面这块是一个很好的圆柱形很完美 但是人工加弄的形状一般会形成前框后尖的情况 这是因为人类在这个生长过程中对颅骨进行施加压力 它不会是很完美的你拿个圆筒套上去 它是慢慢的用线去板或者用甲板夹 很难夹出一个完美的圆柱形 第二个人们发现帕罗卡斯颅骨的眼窝大小比人类的更大 根据这一系列线索 科学家对颅骨进行了复原 复原出来的大概展现的可能长这样 最近帕罗卡斯历史博物馆对这些颅骨 还包括颅骨上的皮肤 牙齿 头发和一些骨头碎片进行了DNA检测 这是一次很深入的检测 他们发现了这些颅骨细胞里的线粒体DNA 出现了地球上任何生物都没有的突变 和我们地球上所有的哺乳动物 有线粒体的生物完全不一样的DNA 得出这个结论以后 帕拉卡斯历史博物馆这个馆长就站穿了 发表了这样一个结论 这个颅骨很有可能是来自一个未知的种族 或者外星人和地球人的混血物种的 帕拉卡斯博物馆助理 古代颅骨专家 布莱恩福斯特就对此事发表了这样一番言论 他是公开在YouTube上发表直播的时候 他们 就是这个帕拉卡斯头骨 他们具有的线粒体DNA 我们发现了迄今为止已知的任何人类灵展动物 或者动物中都未知的DNA片段 但是我们能够从这样的测序中的一些片段表明 如果这些突变是真的成立的 我们正在处理一种新的类人生物 他们与智人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都完全不同 他们完全不存在于我们现在已知的进化术当中 也就是说这些头骨可能完全不是地球上应该进化穿的东西 其实我本人是相信这些颅骨真的是外星人的 因为这些什么玛雅人也好 这些人也好 去费劲巴拉把自己的颅骨拉缠 就是因为他们在模反自己的神 其实这种情况不止在南美 全世界很多的文明都有类似的把头拉缠的这种做法 只不过没有那么极端你知道吗 最简单的一个把头骨拉缠的做法就是戴帽子 戴帽子 你有没有注意过那种以前我们看到埃及壁画上的那些法老 对 他戴在这里然后后面很长 也是遗憾的吗 他只是不是把自己颅骨弄成 他戴了一个帽子让自己脑袋变得更长 对 是吧 其实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 古萨玛利亚地区 阿卡迪亚人地区 巴比伦地区 亚树地区 所有的这些拥有很古老文明的地区 都有统治者或者权贵戴这种细缠帽子 或者细缠头饰的这种习俗 在古埃及 我们在法老和女王的那些壁画上也能同样看到这些法老和女王在头上戴一个细缠的头饰 在欧洲也有其实18世纪以前教皇的皇冠是一顶很长的帽子 这个皇冠一直被教皇保罗六世持有的 也就是1963年 所以是不是有一种可能曾经在地球上出现了一个大脑袋 然后他们降落到地球 把文明传播给了这些人 这些古老的文明地区 使他们相信自己脑袋大了以后 而自己也能向外星人印象拥有力量智慧 其实这种大脑袋的存在 也可以解释苏美尔文明的快速发展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1927年英国考古学家查尔斯伦纳德五力爵士 在苏美尔古城乌尔考古的时候 发现了苏美尔传说中的女孩 波瓦比的遗骸 这个爵士在报告中指出 波瓦比女王的颅骨 比正常人的颅骨大了30% 就是一个大脑袋的女王 成了苏美尔地区乌尔城的王 这个女王的颅骨大得 为什么这么不自然呢 他就开始翻历史 他发现这位女王死于4500年前 乌尔第三王朝期间 在所谓的苏美尔传说中 或者是苏美尔有记录的历史中 这个女王被称为宁人 她有个单独的称号 和其他王都不一样 她被称为宁普阿比 所谓宁人就是苏美尔人对神的称呼 所谓宁普阿比意思就是女神 这就让许多人相信 波瓦比女王其实就是 外星人和地球人的浑血儿 其中科普作家 上古文化研究者 萨加利亚西琴 是这件事情的坚定的相信者 而西琴就是那个 著名的地球编年史的作者 她相信 波瓦比女王的基因族 可能包含了阿姆纳奇 或者外星人和人类的混血儿的特征 所以西琴坚信 我只要对这个 波瓦比女王的卢谷进行DNA检测 那么我的这个地球编年史 就不再是科学界嘲笑的对象 我这个理论就成了实实了 但是她不管怎么努力 大英博物馆始终不准许对卢谷进行DNA检测 并且还没有做出任何解释 也不给西琴任何理由 感觉很奇怪 现在呢 波瓦比女王的遗憾 还继续保存在伦敦大英博物馆 自然历史博物馆里 我感觉大英博物馆 她其实知道的很多 是啊 她从全世界拉了很多文物回去 这次她丢了1100多件文物 号称是被盗 但是我觉得她是秘密转移了 有可能 什么样的人能盗那么多出来 我跟你讲 文物失窃这件事情 在历史博物馆里面有很多 而且被盗的很诡异的还有很多 之后我会给你讲一个 关于史密森学会的 历史文件被盗的问题 西琴这个时候就猜测 是不是大英博物馆在隐瞒什么事情 是会对我们的这种学术根基 造成动摇的这种事情 他公开出来就对媒体说 我们人类很有可能是外星生物 和地球原始生物的一种魂血产物 这些外星生物在地球上 制造了我们这些魂血产物以后 就离开了地球 让这些魂血儿自己统治自己 但统治者 他们觉得自己统治位置 并不是那么稳固 而且他们一直向往自己的神 继续来庇佑自己 所以这些统治者就通过各种方式 改变自己的外形等方法 让自己看起来像是那些曾经给自己庇佑 那些人一样 来帮助自己更好地进行他们的统治 行使他们的权利 所以才产生了这种 当脑袋家产 带个大黄罐 这种操作 这个颅骨啊 其实在1935年左右 在墨西哥奇瓦瓦州 华雷斯城 西南约100英里处的一个古老洞穴中发现的 它呢 被科学界起了个名字 叫做心铜颅骨 这个颅骨一直在科学界非常有名 1999年 美国研究人员 劳埃德皮 对这个心铜颅骨 进行了非常详细的研究 这个颅骨大约是900或者1000年前就犯在那 根据牙齿测定表明 如果这个是个人类的颅骨啊 是属于一个小孩的脑袋 这个小孩呢不超过5岁 因此呢科学家就一直否认这是个浑血儿 一直就认为 他就是一个5岁的小孩 那为什么脑袋长那么大呢 因为啊 这个小孩啊 得了一种病 叫做脑积水症 导致脑部异常变大 就会把颅骨给撑大了 但是劳埃德皮就不这么认为 他在经过详细的研究后啊 就发现颅骨的这个后面啊 有一个明显的凹槽 与脑积水患者的颅骨是不相符的 因为如果这样有个凹槽 他水就会从这漏出来 所以呢 他觉得这肯定不是什么脑积水导致的这个样子 然后呢 他发现啊 这个颅骨也不像是个5岁小孩的颅骨 为什么 因为这个颅骨的体积 比成年人的颅骨还要大10% 厚度是一个成年人 颅骨的厚度的一半 但是密度是人类颅骨的两倍 更坚硬 并且呢 这个颅骨没有鼻痘腔和附加剑 也就是鼻子就直接就是鼻子了 他没有鼻梁 复原出来的一个额头超大的人 但是很多人看到这个颅骨复原的形象以后 立马联系上跟著名的小灰人 眼睛超大 额头超大 朗埃德皮也对颅骨进行了DNA检测 检测显示啊 这个颅骨 他的父亲是个外星人 他的母亲是地球人 朗埃德在对这个颅骨进行了详细研究之后 于2007年出版了一本 关于这个颅骨的书 书名为 心童颅骨遗传之名 那大家可以找来看一看 其实这个颅骨和 刚才那个脑袋哒哒的颅骨 还不是今天最奇怪的颅骨 今天最奇怪的颅骨是 这个 这个颅骨最大的特点 一看就知道 它有两个角 如果把这个颅骨 按照这个形状复原 我们可能第一印象它是 恶魔 这个颅骨是19世纪80年代 在宾夕法尼亚州索耶地区 一个坟堆里面发现的 这个恶魔颅骨它经过测试 发现可以追溯到11世纪 研究表明这个颅骨的主人 平均身高应该在7英尺 也就是大概2.1米高 别看这个感觉很小 其实是老大一个 这个颅骨发现后 很快就被送到了费城美国调查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就属于史密斯学会 它是官方的吗 美国政府一直不承认它是官方的 但我觉得它是官方的 后面专门讲史密斯学会的时候再来说 这个颅骨在那被安犯了几个月 突然一天 博物馆就宣布这个颅骨被盗了 跟它一起被盗的 还有很多巨人的谷歌 还有关于它的400多张照片 这是唯一剩下的这张照片 而这个事情其实也不是孤立 在保加利亚罗多普山 也发现了一个名为罗多普颅骨的东西 科学院也对颅骨进行了复原 这个也失窃了 其实复原传了一个可思鲁 四个眼睛吗 八个眼睛其实 你看鼻梁中间两个 鼻梁下面有个鼻孔 然后这两边是不是还有两个洞 但是其实这儿又有两 这儿又有两 目前还不知道这个颅骨是人性生物 还是某种外星动物 原因是这个颅骨在出土后不久就消失了 因为在发现这个颅骨的时候 德米塔·科尔切夫博士 这个人是保加利亚的古生物博物馆的专家 他确信这个东西一定他们不是人类的化石 一定是一种科学界未知的物种 但是两天以后 消息就突然之间就中断了 然后这个博士也不见了 然后这个颅骨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在新闻视野中 唯一能找到的就只有这张照片 我对他们的复原是有一点怀疑的 你是不是想拿出那个复原的证据 他是光皮肤的 还是长毛的 还是长鳞片的 这种气质就完全不一样 对吧 就是恐龙如果是蜥蜴转就觉得很可怕 对啊 如果恐龙是毛茸茸的呢 是不是很可爱 万一他那个不是眼窝呢 对吧 你说这个真的有可能 他那个可能不是眼窝 对 长别了万一 对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也请点赞收藏关注up主 这是对up主最大的鼓励哦